第一段,台湾选举,点票监票的公正与未来愿景 第二段,在台湾,选举是一个重要的民主行为 然而,一些选区的点票过程却存在疑虑 第三段,有些地方选票场所在点票时被指控做手脚 这样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 第四段,监票是确保选举公正的重要环节 然而,有些监票人员的行为却被质疑不公正 第五段,这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反思 我们的选举制度是否真正公平 是否每一张选票都得到了公正对待 第六段,我们需要揭示这些问题 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以确保我们的选举制度能够公平公正 第七段,这是我们的旅程 也是我们的未来愿景 让我们一起为了公正的选举而努力 为了台湾的未来而奋斗